各位在打坐有两种观 一种是无常观 无常观是对你自己 所爱惜的 所执着的 你要看到它的变化无常 但是现在我们满心想的就是说 它会更好 它会越来越赚钱 它会越来越对我好 这个不是无常想 这个就是一种企图 一种执着欲望 会让你受苦的 那很多台湾人 中国人会想说 不能想不好了 想不好会变不好 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想不好只是让你了解真相而已 所以各位一定要修无常观 就是说你现在所拥有的 所在乎的 所骄傲的 它永恒存在吗 它会让你痛苦吗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这样去思维 而且要经常思维 不然像各位你爱你的儿子 已经爱二十年了 那没办法 那妈妈爱二十年 她可以两千辈子做她妈妈 做她太太 永远不会离开她 那天我碰到一个老人八十岁了 她的太太天天穿衣服弄头发 都要帮她弄 她老公 我没办法 我穿什么都她规定了 一讲她手又过去了 开始摸她头发了 老了 开始摸她全身了 把她疼命 腾到命里面了 后来没办法 另外一个法师跟她讲 你知道你老公是谁吗 你上辈子的儿子 你是她妈 妈妈现在又做太太 所以当然这个做太太 她觉得 她反正她的生命就是她就对了 那各位这个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已经长久以来这个习性 什么叫习性 你做官做很久 你有做官的习性 你做女人做很久 你有女人的习气 你做军人做很久 你有军人的习气 那一个人要投胎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习气去投胎 这样 你爸爸是个公务人员 那你可能过去世也是公务人员来投胎 然后你这辈子也想要做公务人员 有这个习气 除非是你爸爸那段时间 做公务人员 做到有一点恨 我不想做了 那时候你刚好来投胎 那就是打死不做公务员那个人 所以像我爸爸 是个很会做生意的人 而且年轻赚了很多钱 但我既然投胎在这个家庭 但是我知道我爸爸做生意 我就很恨 我不喜欢生意人 结果后来我还是去做生意 那为了生活 等我做生意 一直做做到很成功 我就心里很排斥 非常排斥 我又恢复到 因为我才知道 为了生活才不得不做生意 我本来的个性就 不喜欢为了钱 老实说包括各位供养我红包 我有时候都会赶快跑 我师父说不行 要慈悲 这个供养你红包 你要拿 一拿要消他业障 出家人拿红包不容易 一拿来来业障顺便给我 我功德给你 我师父说你要这样想 所以你不拿红包犯戒 我们菩萨基督说 出家人被供养 你不被供养你犯戒 因为众生很苦 希望你福田给他 只是说 因为我这个习气还在 但是所以我要加强观想 我要慈悲 我一定要很诚恳的接受 我这个妈妈爸爸的红包 对不对 他希望离开痛苦 我要精进修行 他供养我 他得到我的功德 你要一直这样重复 你不这样重复 你被供养一百个红包 你就讨厌了 放那边就好 放那边就好 而且我不喜欢摸 因为我过去世 有修过南传佛教 这一辈子有修 南传佛教就是不碰钱 一辈子不碰钱 所以真的要被供养 没办法只好用布拿出来 不能直接摸到那个 所以会觉得不想碰他 所以因为我们出家是处理 金钱跟男女欲望的家 所以话又讲回来 各位 这个世间的痛苦 那就是因为有钱 在乎钱 有感情 在乎感情会让你痛苦 那佛教的智慧不是叫你 不要钱 不要感情 佛教的快乐人生是 来 念一下 用智慧使用金钱 用智慧化导感情 以智化情 那就你就快乐了 而不是说告诉你 不要有钱 不要有感情 所以世间的一切 你能够用智慧去超越它 用慈悲去使用它 那你就快乐了 这个叫悲至人生 你要得到世间的快乐 那我刚刚讲的 一开始一般人 都是一种自私的快乐 那各位现在会听佛法了 就开始可以走路 这种念一下 佛教的第一种快乐 人天福报的快乐 就叫善法的快乐 诸而莫作众善奉行 我来布施 所以我很有钱 我来帮助老人 所以我健康 我现在守戒律又不失 我将来圣天 又喜欢点灯 我可以到第三层天 这样 我又守八观灾戒 我可以到第四层天 我又守十善业 又打坐 我可以到色戒天 但是各位你要把这个 天上的种种的快乐 跟殊胜的因缘 你还是要看经典 很多经典有描述 特别有一部经 念一下 正法念楚经 正法 保持这个正法的念 那你会生在哪里 叫正法念楚经 它描述了所有的天 跟一只小蚂蚁 跟下地狱 它的因缘果报是什么 让你全部透彻 在这个六道里面的 所有的真相 包括各位喜欢做 因缘共事实的恶鬼道 所有恶鬼道的长相 因缘果报 快乐痛苦 写得非常清楚 让你彻底了解 所以我这样讲 各位你要发愿 这辈子没机会出家 我来是从小出家读佛经 而且你来美国了 你还发愿 用我所有读完的佛经 可以翻成全世界各国的语文 而且变成白话 卡通话 动画 漫画 让他们完全都能够吸收 但是为了如此 各位你要很有福报 你要把纽约市区 或是香港 最重要的广告牌 那个动画 买下来 让所有人都在看 你要可以买那个 最多人看的电视的频道 你可以买下来 你要让别人看到这个真理 那我刚刚讲的说 修行的观有两种 一种是对内的进化 第二种慈悲观 除了了解众生苦 那如何帮助众生 不要离开痛苦呢 对人要怎么样 要推广佛法 对动物要怎么样 不要杀它 救它的命 给它饲料 超度它 对鬼要怎么样 对地狱要怎么样 对天道要怎么样 要开始去想 但是慈悲是来自于体悟 自己的无常的苦 因为你很苦 你才知道其他众生的苦 那这一点 各位要花一点时间去思维 但是不要一直沉迷在思维 思维是你要去接触 这个叫半功半赌 你要边了解佛经的 佛陀的思想 佛陀怎么度众生的 然后开始你要去 面对各种的众生 美国人 黑人 白人 有钱人 中产阶级 穷人 怎么度你都要懂 各种宗教 怎么去接触它 身为一个佛教徒 你不能说我生生世世 只有做佛教徒 把佛法放心里 外表跟他们同宗教 你要做神父 你要做先知 你要做牧师 你要做道士 你都要去做 因为你要去接触 各种的生命 当然我讲的这个 是佛教的快乐 念一下 菩提的快乐 是以佛性追求菩提 所以叫菩萨 念一下 菩提撒多 菩提撒多是个友情 友情本来都是追求 自私快乐的 但是这个友情 他听闻佛法以后 开始以菩提为 他生命的目标 开始用菩提去教化 影响众生 叫菩提撒多 这种叫菩萨的快乐 所以在佛教的快乐人身分 三种快乐 念一下来 人天的快乐 善法的快乐 也叫暂时的快乐 因为暂时就不究竟的意思了 虽然你这辈子富贵长寿 来世直接升天 但是这个都是你在修 你有不时持戒 你可以升天快乐 但这个善业的果报 如果享受完了 你还是要轮回 但是这是起码要做的 起码要做 那第二种快乐 念一下来 解脱的快乐 清静的快乐 就是说你的内心里面 对这些快乐不执着了 保持空性 所以各位你每天都要念一下心经 打坐一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清静 平静 平静的快乐 但是为什么不平静 因为起心动念 当你在打坐的时候 昨天你老公一个晚上没回来睡 你现在坐不下去了 你想的都是他昨天去哪里 那你内心就控制 所谓禅定 各位你要得到平静的快乐 你要有慈戒做基础 慈戒你才有人天的快乐 如果你不慈戒 身体不好 你连打坐的资格都没有 没有福报 所以我们出家人叫慈戒 这个外表是慈戒 那慈戒你就不用烦恼 钱 因为寺庙到处都缺忍住 特别在离佛陀越远的末法 出家人老实说 世间福报越大 为什么 出家人少 但是众生苦多 信徒多 所以大家在供养你 我发觉我出家以后 才发觉现在的出家人 都是因为社会污染比较多 欲望 大家对他很好 然后他就完蛋了 因为他冲不过这个欲望 但是佛陀说 末法时代任何一个出家人 佛陀的白豪像 佛陀这一根白毛的功德 可以照顾整个世界的出家人 不缺吃 不缺穿 不缺住 出家人没有 不需要去谈论钱的问题 因为这是佛陀加持的 末法出家中 但是如果你出家会觉得不快乐 那是你自己的欲望的问题 我要搞一个大店这么大 然后干嘛 那就开始每天抽款 当然我也不是说盖大店不好 如果你能够盖这个大店 而且经常24小时 或是一个月六七天 都在好好的使用它 可以教育很多人 那就不浪费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欲望说 我要盖一个大大的大店 来满足自己的 那就变成不好了 变攀缘了 重点是如此 所以那当然刚刚讲 世俗的快乐 各位都会背 再念一次来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守五戒 修食善业 供养三宝 不失有情 那你就可以得到世俗所有快乐 那特别 你知道自己身体不健康 爸爸妈妈不健康 那各位多不失药 供养出家人跟穷人 当然有人问我说 师父 供养出家人功德大 还是供养穷人功德大 如果以大乘佛教 是供养穷人比供养出家人大 那站在人田福报 在不懂得慈悲的时候 是供养出家人比供养穷人功德大 但是站在大乘佛教 那你以慈悲心帮助一个穷人 超过 因为不是说出家人你不要供养 而是出家人有人在供养 比较没那么问题 当然如果你能够碰到一个出家人 又很精进修行 又刚好生病 那也是你的福报 你可以种下 九十一节不生病的因 只要你能够去供养一个 慈戒刚好生病 没人照顾了 你不再生病了 当然对我们来讲 不分别 只要他生病 出家人也好 穷人也好 认识人也好 不认识人也好 各位多去帮助他们 这一点你要做 你不用说那我很健康不用做 你一定要做 因为你做你生生世世 才有这个功德力可以供养别人 你做以后你生生世世 有一个金刚不坏 健康长寿的身体 去拜佛 去利益众生 所以为了成佛 就像你要盖一个航空母舰 这么大 那你要怎么样的 把每一个螺丝 每一个都用最好了 我认为西方人盖房子 也有好处 一个木造房子可以用百年 因为他用的是好木头 所以我们佛教 各位开始要念下来 做生命的工程师 你要开始建设你的生命 再来做外表的雕刻师 你要让自己眼睛像眼睛 鼻子像鼻子 要长得端正 因为为了要利益众生 所以当然再重要来 做命运的主人 要让自己时时刻刻可以